是谁改变了中国没有火山的言论 五一年这个喷发的火山要验证一下它存在不存在 是什么科技创新让中国跻身世界前列 扛腐蚀 然后又绝缘 然后又点不着 又是什么让科学家山然泪下 这是一个大产业 不是一个小事情 火山院士刘佳琪做客科普中国改变世界的三十分钟 为您讲述探秘火山六十年背后的故事 最近我在录制的时候碰到了一位观众向我提问 他说到底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位受人景仰的科学家 我想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但是在过往我们的舞台上的演讲者 为我们展现了成为受人景仰的科学家 可能要具备的一些特质 他们需要专注于自己的研究 并且还有卓越的研究成果 甚至是能改变世界的 今天我们要迎来的这位科普嘉宾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从青春到白发 一直专注于火山的研究 他今年已经八十一了 接下来现场的各位观众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今天的科普演讲嘉宾 刘佳琦院士 欢迎 以天地为敌人 三川做课堂 接宇宙做奥秘 探地下赐宝尝 朋友们 我是刘佳琦 他是我国唯一一位 从事火山学研究的院士 他用脚步丈扬地球 十进长白山 八上青藏高原 三入北极 两征南极 系统揭示了中国近代 火山活动规律 与地质特征 他从火山眼里找油气 让玄武岩能拉丝 做出耐高温 耐腐蚀 电绝缘的产品 他就是中国火山学的领军人物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佳琦 我迫不及待想问一个问题 今年火山应该是个热搜词 因为在年初 汤家的火山爆发了 是的 而且其实我作为80后 这在我有生之间来说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如此震撼的火山爆发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据说汤家火山的喷发 会引起地球气候的变化 它现在已经喷发了四个多月了 想问问您 它未来会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吗 汤家火山规模比较大 但是不是很大 火山喷发分八个级别 它大致相当于第五基 中上等这样一个规模 而且它是海底喷发 对气候环境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对全球气候环境的影响 是很有限的 离我们中国将近一万公里左右 这么远 对我们的影响就更小了 但是这更让大家关注了 那就是在中国境内 有没有火火山 它未来还会喷发吗 什么时候 中国的火火山主要是在两个区 一个是沿中国大陆的东部边缘 比如说从北边的黑龙江 一直到海南岛 这个大陆边缘有好多的火火山 比如说像黑龙江的 这个武达莲茨 吉林的长白山 然后再往南来到台湾的这个阳明山 到这个海南的这个熊北的火山 然后再往西拐就到了这个藤葱了 那么还有一个区域就是在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是东西库仑山啊 还有这个可可西里的地方都有火山 最有危险的火山 我想这个第一就是长白山火山 根据现在判断的话 至少还得个几十年上百年 你们年轻人能赶上 我不一定能赶上 但是我可以预见 火山啊包含着地球生长的故事和奥秘 它也一直牵动着刘家祈愿史的心 刘家祈愿史专注于火山研究 已经六十多年的时间了 六十多年盘纸一挥间 为了火山的研究 您几乎走遍了我们的五湖四海 那今天呢我们要把舞台跟时间交给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八零后的刘家祈愿史 与火山科研的精彩故事 掌声欢迎 好 大家好 刚才主持人说了 我研究火山有六十多年 这个不假 我从一九六年入大学以后 学的是地球化学 更重要是研究这个岩石地球化学的 那岩石里头就包括火成岩 火成岩里就包括火山岩 火山岩那就是有火山了 学这个地球化学呢 和就是要搞同位数地质年代学 要做年代测定和物质分析 在查资料的时候呢 就英国有个著名的这个科学史学家 叫这个李悦瑟 他写了一本书叫 中国科学技术史 但是在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里 有这么一段话 就由于中国境内根本没有火山 所以涉及到火山的一些资料 得从境外去获取 我看了这句话以后 很受刺激 所以首先我必须得把 中国有没有火山 有哪些火山来搞清楚 首先我调查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 然后后来又到了这个西昆仑 和整个青壮高原 在当时对于刘家琪最有吸引力的 是一篇来自新疆日报 1951年7月5日的报道 文中提到 1951年5月27日 在新疆西昆仑的一个山巅上 发现火山爆发 刘家琪敏锐地捕捉到 这是近百年以来 中国境内唯一的一次火山爆发 这次火山喷发是否真的存在 是不是真的有火火山呢 我在86年和87年 去考察这个西昆仑 主要是想对那块 这个51年这个喷发这个火山 要验证一下它存在不存在 我就爬到火山顶上去 再从山顶上再翻下去 到火山口里头 然后把这个火山的高度 直径的大小 深度 然后再把那里的样品都踩到了 它喷出的火山灰 这周围有火山灰 这火山灰这个厚度有多厚 然后又得踩样品 还要做一些周围一些个描述 你得有大量的这种第一手资料 有了资料以后回来能够做年龄测定 就是87年那时候 我们中国还没有这个摇杆的图片的 下面请主持人帮我把这个派的打开 欢迎来到科学派的世界 在科学派的世界当中记录了 科学发展过程里的重要瞬间 刘家琪院士的研究经历 已经长达60多年了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的足迹遍布了我们国家 每一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他跑遍了全球的七大洲 四大洋 而在他的科考经历当中啊 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他会保存非常珍贵的科考资料 我们来看看在科学派的世界当中 我们搜索到了什么 这是一张照片 他拍摄的是七月飘雪的 阿什库勒一号火山 那到底这张照片记录了 刘家琪院士怎样艰难的科考经历呢 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张照片就是很珍贵的 一个是当时拍照片也是很难的 当时都是用胶卷的 这个记得很清楚 这是1987年7月10号拍的 7月10号这是正盛夏的时候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阿什库勒那块 这个4800多米高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是下了大雪 所以那张照片 有一张照片是带雪景的 就是当时西亚雪把这个山都已经覆盖了 然后后来晴天以后雪化了 才把这个岩石都露出来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7月10号那天晚上下完大雪 一天早晨从帐篷爬出来的时候 直到外边下雪了 但是不知道这个雪那么深 就是稍微把帐篷拉开的话 雪就灌进这个帐篷里了 然后你当时是爬不出来的 在雪堆里 然后后来总算慢慢把雪反这里 然后爬出来能够看看 这个一片都是雪地 我们上库勒其实说 那考察是固定毛驴 毛驴能拖点东西吃的和用的帐篷 然后一看这固定毛驴 有两头毛驴也被冻死了 这个阿什火山在西库仑这块 它是在山顶上 在4800多米高的高原上 没有人去的地方 是不能开车的 只能靠走路 而且走路是没有路的 都是从河谷里头 或者山坡上爬上去 我们固的毛驴 我记得很 固毛驴拖东西 但是有些路是很窄的 石缝 然后这个架子是过不去的 把东西拿下来 人扛过去 然后再把毛驴送过去 其实这个时候就等于 人踢毛驴了 然后我们经过这个努力 总算爬到山顶上去了 沿着克里亚河 我记得我那次 在克里亚河过河的时候 第二脚就被洪水打 就打倒了 打倒了 而且洪水里头还有石头呢 然后再翻两个的话 就小命就没了 我后边那个有个围猪的小伙子 他赶毛驴的是 有个围猪的小伙子 那小伙子很机灵 一不一下就 耗到我这裤子了 就把我提上来 这提上来的很狼狈啊 那就是那落汤鸡嘛 但是救我一命啊 所以我到现在是非常感激 这个围猪那个小伙子 救我一命 否则的话 你在那个洪水里头被石头再打 再凉 那个水很凉 都冰水呢 叫 那个是很危险的 当然又躲了一劫 所以我还能活到今天吗 考察呢 我这个本子都是西昆仑的 这个考察的这个记录 内容就是这样 一号火山口的这个 呈圆形 近圆形 这个火山口的这个方向是120度 然后就是下面就是我们采 就是在那里要采些样品 这个采的样品呢 需要要有这个样品的名称地点 还得要把它的位置要描述清楚了 就是我们随便捡坏石头是不行的 要采到合适的位置 合适的样品 然后有一定的量 然后它处在什么沿程上 都得要说得清楚 所以这个野外这些东西 都得要在野外要记录得比较清楚才行 这是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记录后来 被这个现代技术去考察 证明我当时做的记录的 跟现在仪器测量的这个一些结果 是没有多少去出入的 甚至说可能我当时这个 用人工测量的东西更准确一点 过去人们就说 在西昆仑那儿有三个火山 一号 二号 三号 后来我去考察的 不止这个就三个火山 有11座新的火山 都是我命名的 比如说这个二十火山 过去文献上有出写一号火山 后来我给它改名了 就叫二十火山 因为那个地点叫二十库勒盆地 这个正好那个火山 就在二十库勒那个湖的旁边 那个这些年的工作以后 就证明中国不但有火山 而且还分布地比较广 类型比较全 不但有死火山 还有活火山 在这个野外考察呀 这个会遇到一些困难 会遇到一些风险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后来除了在国内考察 也有机会到国外去考察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有一次我们去 就2000年到卡拉卡托火山 去考察 我们想到火山口 去看看里边的情况 但是后来爬山爬到 快到山顶上了 突然就地震了 就地动山摇 但是凭我们这个经验是知道的 地震和火山是相伴而生的 有火山的时候必有地震 而且一般地震 是发生火山喷发之前 所以这个闹了地震了 就告诉我 这个火山可能要大的喷发 地震在野外 这个在山上没有东西砸下来 你还是没有危险的 躲开就行了 但是火山一喷发 是推头盖脑袋 这些火山 火山的这个喷发物的话 要落下来 你是不小心就可能有危险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狼狈了 就从山顶上赶忙地往下跑 跑下了山了就躲开了这一截 但是我在国际上这个同行里头 我知道美国一个日本一个英国一个 这都是过去在一起交流过的 这个朋友或者同事 这个他们就不幸地在火山口考察的时候 赶上火山喷发就埋在里面 是谁改变了中国没有火山的言论 五一年这个喷发的火山要验证一下它存在不存在 是什么科技创新让中国跻身世界前列 扛腐蚀然后又绝缘然后又点不着 又是什么让科学家山然泪下 这是个大产业不是一个小事情 火山院士刘佳琪做客科普中国改变世界的三十分钟 为您讲述探秘火山六十年背后的故事 火山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地球科学 在这个航天和地下还有这个海洋方方面面的研究 都离开开火山 那除了这个基础研究以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话 都要考虑这门科学有什么用处 它怎么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那我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那我在这些方面呢 大致做了这么一点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通过火山这个研究的话 能不能够找到一些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好找 宝石啊 火山岩啊 这个火山的金矿啊 铜矿这些事 还有一个就是 原来这个石油天气 找油和气的时候 一般都到成绩岩里去找 因为火山岩里都是没有这个油气长的 我们后来在这个火山岩里头 也能找到油气场 这是应该是一个 印识上的突破和理论上的一个突破 然后这个科学发展就是这样 你要一旦有印识上突破了 或者理论上突破了 也就叫创新了 那你可能就有新的这个发现 下面请主持人帮我把这个派的打开 欢迎来到《科学派的世界》 我们看看在《科学派的世界》里搜索到了什么 《科学派的世界》为我们打开了一张照片 这上面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它就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 李四光先生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西方专家一致认为 只有海象地层才能够产出石油 而中国土地上的绝大多数都是陆象地层 因此他们认为 中国无法产出优良的石油资源 甚至认为中国是没油的国家 而正是李四光等老一辈科学家 他们突破了理论 在与海象地层 类似的湖象地层的沉寂岩当中 找到了石油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新疆科拉玛伊犹田 和后来的大庆油田 这也为中国摘掉了煤油的帽子 那么李四光先生的发现 对于刘家祺院士的地质研究 有怎样的启示呢 我们听听刘院士是怎么说的 那现在光有这个沉寂岩的石油 这种成一段理论也不行 那么现在我们在进一步发展 有火成岩的这种 它有这个能形成油气场 这又开辟了新的一个领域 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资源 过去整个石油界的话 不管是中国 我在国外也是这样 都认为这个火成岩是造油气场的进去 而不是靶去 所以传统的观念 遇到火成岩或者火山岩的时候 都躲开 不做调查了 这个上个世纪 80年代咱们大清油田 在这个许家围的那块打钻 在打钻的过程当中 打到3000米左右 发现有油气 但是地成的话不是沉寂岩 是火山岩 然后再继续打一下的话 还是这个火山岩也挺厚的 结果还是有的 那这个就是一种心理发现 但是心理发现有点困惑 过去这种火山岩里头 是没有的 或者是都躲开的 怎么现在怎么办 后来这个石油部门的这个朋友 后来找我来探讨的 我呢是当时是不是搞油气的 但是搞火山岩 我是比较懂一点 要是在许家围这块能打到的话 那么在其他地方就会更多了 而且这个火山岩里头 为什么能够有这个油气场呢 就是这个火山岩啊 大家知道 它这个火山喷发以后 这个火山岩的气孔比较发育 火山岩比较坚硬的话 它不会把这个气孔压得很实 所以这个就这个气孔始终保持 这个气孔的密度比较多 油气这是流体 流体就可以它要有一个储存的空间 它本身不能形成油和气 但是周围的油和气可以流到这里来 你别处没有空间了 我这儿到有空间了 那它就到了这个火山岩这个地层里头来储存 所以后来经过这种推断的话 这个火山岩里头有油气场 是正常的 它形成就是油气的汇 而不是圆 可以成为汇 成为汇就成为油气的油气田了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判断的话 那还可以同样除了许家为 还可以找这个其他的地方的油气场 找这栋火山岩城 后来跟他们这个石油研究院的 这个朋友一起商量 完了就是说看单打钻 在这个松辽盆地里有个长岭窑线 长岭窑线这块呢 它下面有一个很厚的一层 这个白鹅级的这个火山岩 如果能打到这层火山岩的话呢 它就跟这个许家为那火山岩 基本上可以对上 那许家为那块含油气场 这块含油气场的可能性就更大 后来这个石油的朋友说 刘老师有你这话 我就敢不钻了 后来他们就去到长岭那去不钻 结果第一钻就打出来了 而且非常丰富 这就证明在火山岩里头 真正有油气场 能形成大的油田和气田 所以这个火山岩油气场 这算非常规的油气场 就成为一种新的油气场 现在就推广了 那么这些年来的我们国家 在新疆啊 在东部沿海啊 在四川啊 还有很多地方 在这种火山岩里 就发现了很多的油气场 这就是给我们国家 再进一步地寻找油和气 就提供了新的一个领域 这也算一种新的发现 根据找到火山岩 就有可能找到油气田的新理论 2002年之后 我国在多个盆地中下部火山岩中 勘探到大量油气藏 比如在准戈尔盆地 四川盆地 松辽盆地 渤海湾等盆地 就发现了上亿 甚至几千亿方的油气 这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中国油气紧张的局面 然后这个岩石本身 就都是一种资源 这种资源 到过去用的也不够好 比如说现在大部分 就是把这个火山岩 把它这个采了矿 以后把它碎成石头 就去铺路了 铺路当然也有用 但是这个消耗量也大 但是用的这个价值也比较低 那后来经过我们的探讨 和跟国外交流 就是现在比如说 火山岩里一个很主要的岩石 就叫玄武岩 玄武岩就是大家 见到这种黑石头 这个玄武岩这种黑石头的话呢 是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的 就是陆地上很多 这个海底也很多 然后上天像月球表面 大部分都也是这种玄武岩 火星啊 这个金星啊 和上面也好多这种玄武岩 所以玄武岩在自然界是很多的 但是这种岩石呢 过去没有怎么很好用处 经过我们研究的话 现在已经把它就是用把这个岩石 可以拉成丝 拉丝以后 这个丝的话 就是纤维了 这个纤维就是线了 线当然就可以织布 那么织布就可以做衣服 然后那个我们大家都穿衣服 但是不同的材料 就衣服的性能不一样 这个材料的话呢 它是一个复杂的硅酸岩 它是是个无极的 康复石 然后又绝缘 然后又点不着 因为它这里连碳都没有 这个又点不着 另外它又是这个没有污染 如果把消防队员 这个消防服换成这种 这个衣服的话 它至少就是你钻到火堆里去的话 它不可以 不延烧的 它点不着的 那就是对消防队员起个保护作用 然后你要是打仗的时候 暂时穿这衣服也扛一阵子 然后做防弹服的话 那它比这个用签做那种防弹服 也要这个穿着又轻又比较舒服 当然这个保护作用也很强 比如说能用处很广 在航天航空啊 到这个军事还有这个建筑和海洋都可以用 我研究了一辈子这种玄武研 那过去无非就是写本书了 发了本论文了 但是可加的你研究这个东西的话 真正有用了 而且这个用处是大用处 这种材料的话被这个社会和特别是这个材料界认为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这个材料 因为是它是绿色的污染的性能好 这个性价比高 然后它可能进一步代替钢铁 代替碳纤维玻璃纤维和这个方纫纤维什么的 当然现在它还处在初级阶段做这个研发 但是发展得很快 我们国家现在在这方面是处在世界领先的水平 再次感谢刘院士精彩的演讲 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科学科普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台 共同推出的国内首档科学家演讲电视科普节目 科普中国改变世界的30分钟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观众与您的互动时间 我们今天到场的观众也是对火山非常感兴趣的 我们来看看哪位观众有问题可以举手示意我 我们先请这位男士 刘院士您好 现在汤加火山的喷发 从全球角度上看哪一个板块最活跃呢 不能说地球上到底是哪块火山就是板块最活跃 因为好多几个板块这个交叉定位都比较活跃 汤加这是一个 马利亚那海沟也有 然后像东非大裂谷 这个裂谷也是板块的一个类型 所以这个那边也比较活跃 好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观众 嘉祺院士您好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比较佛系 但我却听您曾经说过希望年轻人能着急一点 为什么您提倡着急一点呢 我就希望年轻人稍微急一点 急一点就是能把这个宝贵的时光多好好用一下子 然后能趁着年轻精力旺盛又聪明能干的时候多做点事 你这个时候能往前多走一步 能够等你将来多走十步 如果你这个时候落后一步的话 你以后再追的话是很费劲的 好 我们请下一位观众 您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想问问您 就是您现在仍然在马不停蹄地工作的秘诀是什么 我这么说吧 我很小就没有父亲 这是国家和党把我培养大的 那我现在学了点知识 我觉得我现在还能干点事 比如说我刚才说了 我们现在正研究这个玄纹纤维材料 这个新材料 这件事对国家是很有用的 这是一个大产业 不是一个小事情 能把这事能干起来的话 那对整个社会的发展 是有很大好处的 那现在生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就得要抓紧时间来干事 所以也没有秘诀 这就是一种要求 为什么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火山 您还没有停下来 我想这内心的原因 就如同我们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 登山者为什么不停下脚步 继续往山边去攀登呢 是因为山在那里 我们感佩您的科研精神 我们也祝您身体健康 希望您对我们的寄语一样 我们来共勉 希望您能够永保青春 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够 召集一些投入到 对于国家对于社会 有着重大意义的科研工作当中来 感谢刘远先生 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也要感谢现场 这也是之前的对我观众 科普中国 改变世界的三十分钟 下一条三十分钟再会 本期科普要点 中国有火山 而且有很多火火山 我国最近的一次火山爆发 发生在1951年 火山喷发虽然可怕 但同时火山资源可以造福人类 玄武岩可以拉丝制成耐高温 耐腐蚀电绝缘的产品 预知更多内容 请关注二维码下载APP